今天是端午廉假第三天 那端午廉假国语大爆发 大家都去宜兰花莲台东里到南部 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往台北走 看看这样子能不能够做到 林家龙部长口中的聪明的聪明人哦 来时间是早上的9点56分 那么我们在台中大雅交流道 到底从这边到台北要花多久时间呢 我们就上路吧 看到圆山大饭店就代表台北到啦 来看看时间是 11点49分 我有去警力凶哦 林家龙部长 我是聪明家义人吧 好啦 接下来要前往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 到了到了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 W Hotel 这一次呢就来台北住 W Hotel 那W Hotel呢平常一个晚上要 几百万块 那因为大家都去里道啦 去东部玩 所以W有特价 这一次呢我大概花六千多块钱就订到W一个晚上 而且还有两个早餐 完成check in之后 先不急着房间开箱 先来吃午餐 现在呢我在微风南山的四十七楼要来吃午餐 这家餐厅呢就是穿着Prada的恶魔当中 美丽丝脆普非常喜欢的那家牛排馆 呃因为餐厅名字很长 所以我只打算念一遍 不然要一直打字幕很烦 Smith and Oreski 可是在电影当中 其实美丽丝脆普一口都没吃耶 上菜之前一定会有面包 他的面包是完全松松软软那一种 很浓的奶油香 但没有很特别 就是残鲜面包 也前菜来了 前菜就是愤怒虾 几乎每个来到这家餐厅的人都会点 虾子很新鲜 肉很弹牙 外面裹的粉呢 非常非常的细致 好吃 夜主餐来了 盘子有点烫 24盎司 24盎司 西式熟成乐盎司 加上西式熟成乐盎司 牛排有西式熟成 还有干式熟成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式熟成 吃起来才会汁汁汁 横切面 哦 粉红色 很美 牛排的表弟 整感恰恰 然后里面呢 真的是 湿润 脖汁 因为乐盐有点肥 所以呢 在选择的时候 不太敢选三分手 可是我觉得他牛肉很好 下次真的可以选三分手 这个是配菜 配菜没有随便哦 上面这个是海胆酱 都在烤白笋 焦白笋上面 好脆 海胆味真的很浓 好吃好吃 Smith and Oreski 这家餐厅是在微丰南山的47楼 所以view非常的好 定位的时候记得要说 我要坐床边 可以欣赏美景 还有享受美食 可以费 另外服务费 依照美国的习惯 让你自己决定要给几趴 好 我的房间是2416 哇 进来了 哇 房间很大 首先就可以看到一个全身镜 而且这个镜子很妙哦 这个镜子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诶 这样就可以看到三面的自己 再来看看厕所 是免制马桶吗 是耶 这个是名牌 TOTO 哇 这浴室 哪有这么干嘛 呵呵呵 好orange哦 干湿分离浴缸 淋浴设施 诶 我要提一下 我很喜欢 W系列的饭店 他们用的被瓶是BLEASE 这个牌子很好洗 只是现在台湾没有贵了 W准备的被瓶有洗头的 润丝的 洗身体的 他连洗脸的都有 然后肥皂 还有身体乳液 被瓶准备的非常齐全 浴袍有一件 两件 很好 洗手台 这洗手台 怎么那么低 他放被瓶的盒子 怎么那么的干嘛 这边有两瓶水 好这一瓶呢 是要钱的 哎呦 260 别碰 再来 这个可以放你的戒指 还有手表 很体贴的设计 然后吹风机是 非力浦的 现在向后转 来看到这个是放毛巾的 毛巾架 做成梯子 很特别 然后这边打开 是衣橱 里面有熨斗 有衣架 所以这个 衣柜是 双面可以打开的 进入到房间 这边 又看到四瓶水 是有多怕我口渴 这个是办公桌的部分 其实还蛮大的 Surprise me 耶 打开来看看有什么 好 欸 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吃的耶 他还有一些怪奇 这个是 遮羊毛 托特包 带我走 三百块 好 这个是 库旺 嗯 来看这 怪怪 W的开瓶器 有 调酒粥 哇 这个是红酒 还有杯架 哇 他的杯子很美耶 感觉就很贵 行李吊牌 嗯 送我这要 好 再来是床的部分 基本上这床是蛮软的 好不好睡 明天早上告诉你咯 这个机器很妙 打开来 它会有各种声音 海洋 海洋 下雨 是有人要开这个才睡得着吗 你看 这床椅真的很大 整个人都倒下去 哦 很爽耶 最后来看看 二十四楼的窗外景色 虽然这一面没有面对台北101 可是看出去还是非常的漂亮 喔 二十四楼 有点高 好啦 以上就是W Hotel的Room Tour 嗨 我在W Hotel的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虽然不是无边际 但是蛮多网红啊 名人啊 都会来这边拍照打卡 我也算网红名人吧 哈哈哈 好啦 开始呢 度过我悠闲的一下午 嗨 礼拜六晚上的台北新衣区 还是很多人很热闹 现在呢 要去吃晚餐 我们要去微风南山 我们要来吃MADE FOR GARLIC 来自韩国的意大利餐厅 MADE FOR GARLIC 听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家大量使用大蒜的意大利餐厅 最棒的是他可以直接看到台北101 这道菜是飞鱼卵蒜片牛肉饭 牛油的味道 培根的味道非常的重 然后再淋上一点点的美乃滋 还是那个辣灯酱 整个饭呢 有一点辣辣的 非常的够味 好好吃哦 然后飞鱼卵呢 不滋不滋的 虽然很小哥 但是还是吃得出来有飞鱼卵在里面 起司跟下雨一样 这画面好疗愈哦 吃下雨一扇撒没错 可是 加上蒜头 也有一番风味 減低減低 很好吃 喜欢吃蒜头 GARLIC的朋友 一定要来这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毛皮豆 调得非常的好 那现在就来尝 整个人的毛皮都好了 吃饱饭了 回到W 晚上的W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里是W Hotel的游泳池 到晚上就变成为 非常古的酒吧 后面还有一群好朋友在开park 感觉很好玩耶 喝完酒 今天就到这里 晚安 早安 W的床很软很好睡 来吃早餐了 来看看W飯店的早餐 有没有很澎湃 然后现在呢 我所在的餐厅 其实是他们的乌霸 因为早餐 餐厅太多人了 所以就坐到乌霸这一边 给大家看一下乌霸 长怎样 因为晚上 这边就变成了夜店 根本看不出来长怎么样子哦 W飯店早餐 是出了名的菜色丰富 这边是欧姆蛋 一整排都是热食区 面包种类多得不得了 居然还有三星葱面包 先见的餐台 切咖咪 沙拉凉菜区 W的早餐种类非常的多 然后每样食物的表现都有在水准之上 而且呢有一些令人惊奇的品香 像是三星葱面包 所以一定 W飯店的时候 早餐一定要订 OK 来看一下 W Hotel的健身房 这大概是我看过 最大的饭店健身房了 而且器材 真的有够齐全 好 要结束两天一夜的 W行程了 W我会给到九分的高评价 因为服务人员都很亲切 房间非常的舒服 东西很好吃 游泳池很fancy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去那个三温暖 他的三温暖真的很棒 只是不能够拍 好啦 现在要回台中咯 那期待下一次的出游 好 好 好